第五百三十五集 人们不得不吃惊 今日袁术大对决惊动了很多大有来历的人 影响之大可见一般 今日之风波压盖过紫山江起的大战 让人们抛开了那里的一切 此时此刻神城成为风云中心 焦距了所有人的目光 袁术古世间的人先到 人群中一片学校 所有人都闪开道路 四名老人与几个年轻人走进摇池十方 那四个老头子是袁术宗师 与诸圣帝关系匪浅 常被请出去解决各种骨矿中发生的问题 古风即便败了也不丢人 毕竟要面对袁术中的大人物 对于他来说 富于对手也算不得什么 不多时 叶凡与李黑水感到顿时引起了一片轰动 他们很平静地走入 遥光十方历史悠久 古老的建筑物恢弘高大 在阳光的照射下 有一种神圣的光彩在流动 各片十元中并不单调 栽满了古墓 茂密无比 贸然进入 像是一片原始之地 叶凡于李黑水没有停步 静止向十方伸出走去 今日大战必然是在天字号十元 遥光十方的人 见到他们到来 全都面无表情 脸上就差写上不欢迎 这三个字了 天字号十元 栽有一种奇珠 名为血泪玉竹 竹节雪白如雨 唯有阳枝玉叶上 有点点血痕 壮若泪竹 关于这种灵珠的传说很多 有说是神灵的眼泪染红的竹叶 有说是太古王族的鲜血尽染的 毫无疑问 这是一种西式的灵珠 很难养活 天下没有多少 而这里却有一片 溢出大量的灵气 成片的灵珠 雪白如雨 掌势旺盛 静影闪闪 点点血痕摇曳 如泪珠在滚落 该来的人几乎都到齐了 一眼望去 一片白画画的头颅 皆是老辈人物 而年轻人能够进入 天字号十元的 都是圣子级人物 如江亦菲 瑶池圣女 姬好月 道一的少女道士等人 袁树世家一个年轻人冷笑 你们终于来了 好好地看一眼这片天地吧 真正的袁树大对决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 另一个人嘴角带着一丝野语 谁生谁死很难说 袁树总是并不是无敌的 李黑水说道 然后另一个人暗中传音 拭目以待 我看你们会不会跪下来求生 叶凡没有理会 而是看向了一旁 幻灭宫的太上长老 带着吴子明 与李冲天也来了 正在意味深长的冷笑 李前辈 你又来了 这样对我冷笑 难道还要与我对赌不成吗 不知今日可带足了缘 李衣水面色不变 年轻人不要太嚣张 说不定一会儿就会被人给碾死 我们从来不嚣张 只是每次都有人向我们脚下撞 或者伸出脸来非要我们打 还有人会上赶着送我们十几万级元呢 幻灭宫的太上长老脸色 当时就沉了下来 这不是指着和尚骂秃子吗 戳到了他的痛处 上次他自己跳坑赔到脸绿 现在还想吐血呢 李衣水阴森森的 黑小子得知张狂 当心一会儿惨败横死七十钱 有李前辈在此 我想我不会输 这都已经成为规律了 几次下来皆是如此 李前辈您是何等的身份 何须与吴之小儿一般见识 您大可放心 一会儿他们必自食苦果 袁术古世家的一个年轻人冷笑着 李黑水耶鱼 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我们是与你夜辈的人物对决 袁术 至于你们哪儿凉拐哪儿带着去 你 那名年轻人脸红脖子粗 太嚣张了 太嚣张了 一会儿 我等着看你们 从云朵狠狠的嘴落下来 李水身后的吴子鸣咬牙切齿 他与李重天绝对也是苦主 几次下来 搭进去数以万斤的圆 还丢了很大的面子 我说的不对吗 我们与他爷爷对决 他一个后辈掺耳吗 没资格在我们眼前摆优越 想高高在上的话 再去学二十年元术 好 好 好 袁术古世家的几名年轻弟子 气得全都拂袖而去 再说下去 只会自取其辱了 袁术对决还没开始 已经火药味十足 如果可以出手的话 绝对生死相向了 旁边 一群围观的老头子 全都眯起了眼睛 今天必然是龙针虎斗 双方如此仔细 针锋相对 多百要揭出精实的东西来 这些人中 有寿源干涸的超级老古董 有圣地的太上长老 还有妖族的一方霸主 全部来历惊人 另一边 则是东荒年轻一代的圣子级任务 道一圣地的少女道士 金齿骁 瑶池圣女 徐恒 腰月空等都在关注 宗师级的袁术对决 百年难得一见 更何况 还有一百五十万金元的 金氏赌注 已经数千年 未曾有过这样的豪赌了 袁术古世家的一个老人 慈眉善目 小友 我们开始吧 叶凡心中一灵 他感觉到一丝危险 转身对李黑水说道 你可以跟着我 但距离不要太近 李黑水吃惊 难道这个老货 还真敢在大厅广众之下 杀人不成 你不用管 在旁看着就行了 血泪玉竹 洁白无暇 晶莹闪烁 清风吹来 沙沙作响 玉叶翻动 如血泪坠落 竹林成片非常茂密 挡住了太阳 但此地却一点也不幽暗 一片亮晶晶的 叶凡上前 平静的 面对四位老者 根本没有看那几个年轻人一眼 不知那位前辈 想与我切磋原术 就有老夫来吧 正是刚才说话的那个老人 他来自南宫家族 十年前 几辈尊为原术宗师 名为南宫骑 叶凡知晓他的身份后 很平静的开口 南宫前辈 我们的规矩怎么定 如果赢的话 除了一百五十万金元的赌注 还有对方切出的奇针 啊 正和我意 我还没说完 哦 前辈还有什么要说的 一百五十万金元 不是个小数目 赌一块石太草率 难以体现出原术对决的精彩 我觉得 每个人可以选三块石 如何 哦 我同意 叶凡点头 人有尸首 马有尸体 如此对双方来说都比较稳妥 可以发挥出真正的水平 那就选石吧 南宫骑说完 荡仙走向竹林中 天字号石原一片嘈杂声 老辈人物 圣子及精英皆跟随 看他们如何选石 叶凡慢慢躲步 在血泪欲珠间走动 观看其实 他没有急于出手 需要总体走上一遭 天字号石原内 天甲其实诸多 每一块都很不凡 个个都很惊人 至于价格同样可以让人却步 在一处欲珠西疏的向阳之地 叶凡见到一块天价七十 价值十二万斤纯净圆 此时很特别 成球状 回原天成 直径能有一米五 处之可感受到一丝温润 李黑水断言 因为这块七十太规则了 这肯定是人为大磨成的 小友你猜错了 这块石头天生如此 不惜仔细观察 此时混入太阳 每天阳光照射后 都有丝丝惊气流转 有人推测里面有石胎 当年很多人都想切开 如果不是一位元树宗师给否决了 妖光圣地自己都下手了 叶凡判断出 此时天生如此 并不是人为大磨而成